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把自己的往后延了 可同伴 您的麻烦 您的痛苦 您的着急 还要到十月份 但是大部分朋友们四月十五都结束了 之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谈到税务 是因为我们很高兴 今天我们邀到了我们美国中美会议师协会的 新任的会长刘欣女士 她也不仅是一位资深的会议师 同时她也是理财的专家 今天我们请一位税务专家 又很有理财观念的朋友来 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关心的问题 首先我们感谢刘会长上我们节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的邀请 我非常荣幸 刘会长 其实我为什么想谈到这个题目 我们的题目是要谈退休的税务问题 为什么谈到退休呢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留学生 大部分开始都到了退休的年龄 是的 我经常接到很多朋友的电话 大家说哎呀我退休了够不够啊 到底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要不要卖了房子搬到哪去啊 或者说我要怎么做怎么做 很多朋友都遇到这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 比较成功人士像您这样呢 或者其他一些人 他们可能觉得说 反正我财务累积够了 没问题了 反正我不能担心 但更多的朋友 作为一个工薪阶层 中国有句话嘛 吃不穷喝不穷 算计不到人就穷 退休呢 在美国退休 我跟他们讲 我说在美国退休 很残酷的事是 对不起 退休 你有多少 你就花多少 美国政府不会帮你的忙 是的 这不像在中国 退休不行了 不行我大伙跟弟弟妹妹 或者哥哥姐姐 就拆借点都没问题 在美国对不起 You by your own 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刘欣 快递师来呢 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退休的税务问题 以及退休的一些财务规划的问题 刘会长 其实说到退休啊 我想您在美国时间也很久了 是 在美国 我们退休人 我说的工薪阶层 不算那些成功的人士 我说的工薪阶层 他们退休主要的经济来源 说白了 就钱从哪来 是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 我也是 我是1986年 从香港过来这边 但是我是出生在北京 所以小的时候到香港 再移民过来 那其实我跟您 刚才讲的这些人 年纪应该差不多 我也是介入退休年纪 起码我们要想这个事了 是的 因为在美国 所谓的婴儿潮 就是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那些人 那这些人已经开始步入退休的大军 这个美国的退休 工薪阶层 基本上的来源有几样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是 Social Security 涉安基金 那这涉安基金 我们都知道 没有很多 而且一天到晚告诉我们说 有可能那天就 bankrupt了 那天就没有了 是啊 对 或者是把那个退休的年龄 又往后延了 已经延了 已经延了 本来是65岁 full retirement 现在就是1960年以后出生的是67岁 1954年以后出生就不行了 是 已经都变成66了 对了 1960年以后的就67 就66 67了 对 那我在想可能再年轻一代 可能以后得70岁才能退休 所以Social Security 是很多美国的工薪阶层的 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有人说占40% 有人说占30% 也有人呢 看见你个人的规划如何 可能占到50% 甚至还会再多一点 而且大家都知道 Social Security呢 是源于二战时期 罗斯福总统阵内 应该我罗斯福总统 也说 我们今天到选举了 给民主党首长的好听的 确实民主党做了件好事 是 其实当时反对意见也很多 可是呢 想想一想 很多美国 美国人还是需要它 除了我们的Social Security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来源 是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们在国内的退休 跟这个美国的退休 中国的退休 跟美国的退休 是不一样的 因为美国税是吃了一大块 把我们赚的钱 拿走了一大块 你挣的越多 交的越多 是的 所以我们在想退休的钱 应该是一直在 希望说是 交了税以后的钱 足够自己用 好 那刚才讲到Social Security 我们还是一样要缴税的 对 但是Social Security 有一个好处是 活多久 拿多久 是 就不会说 钱用完了就没了 那不会这样子 除非说Social Security 真的Bankrupt 但是我个人觉得 应该是不会 因为这样的会 会造成整个的社会动荡 恐慌了 恐慌不大可能 但是就像您说的 时间再往后移 或者给少一点 或者加水就这样 那除了Social Security之外 我们还有 Retirement Income Retirement要分两类 第一类是自己存的 比如说 比如说 对 比如说像401K 或者是 Traditional IRA Rough IRA 这个它是自己存的 另外一个是 公司给它的 比如说像 有一些大公司 它有这种叫做 Incentive 给这些员工 一个很好的Incentive 就公司给的Pension 但它一定要在这个公司 可能工作了五年以后 才会有 它们叫做Vest 才会有 才可以拿 那这样呢 Pension也是一样 活到多久 就拿多久 而且现在Pension 应该这么说 现在美国越来越 越来越少的公司 给你offerPension了 没错 现在Pension 只是在联邦 州 城市的employee 政府工作人员 才会拿到这些东西 是的 现在越来越多大公司 不愿意给 因为这个费用太高 而且这个也真的不保证 如果这个公司的Pension 管理不当 那也不可能说养一辈子 公司没了 就什么都没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风险也挺大 我们也不能够 真的只是依赖它 另外还有呢 就是我们自己存的401K 401K因为它是Test Deferred 就是把赚的薪水 比如说一年10万的薪水 然后大概今年是可以放 1万9 1万9了已经 对1万9了 那1万9呢 如果超过50岁的人 还可以再多加6000 所以2万5 2万5放进去 这只是严税 但没有免税 是以后还是要打税的 换句话来说 等你取得拿着用的时候 对不起 政府还要把你的税收回来 没错 因为这个是income test 100%都没付过税 所以到时候100%是subject to test 但是这个很重要 一个呢 是可以让你的这个 当年的这个taxable income 会减少一些 是 而且你也为自己的以后退休 做好一个准备 没错 其实大家 其实今天我跟很多这个 特别是工薪阶层 如果在大公司工作的朋友们 其实这一部分 成了很多朋友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退休来源了 是的 非常对 那现在大公司呢 他情愿不给你pension 但是他愿意给你一个401k的matching 对 就是你付了多少 就是所谓就是说 你付多少 然后他同样给你付一些 付一些 那大公司多钱多就多match一些嘛 对吧 所以有的公司要付1% 有的公司要付3% 是 还有公司要付8% 我还听说有付15%的 是的 那真的是要看每个公司 每个公司都不一样 对 那如果这些人很幸运 因为我听到的有一些story 好像是我听到一个朋友说 他本来这个pension是5年就vest 但第4年公司就lay off了 所以有时候啊 其实就像前一段时间 我有一个朋友在那个 在加州当老师 是 他说最近我的supervisor 总给我hard time 我说为什么 你挺老实的 你要当老师 跟学生发生关系 不可能跟这个校长 发生什么矛盾吗 他说 因为我快临界 可以拿到100%的这个退休金了 所以就开始give me the hard time 是 这话不能说 哎呀刘欣呀 你到快到年龄 我不想给你 所以我要把你怎么样 他不会那么讲 他一切是用这样方法 那样方法 让你觉得气不过了 是 自己就派出走了 自己不干了 所以就说 但是这部分钱是很重要的 是的 FOR1K的 当然我们还会 在以后的讲座当中 我们还会请刘欣女士呢 特别跟大家讲FOR1K FOR1K存的时候呢 经常 你认为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个问题 说我们存多少 所以我说 我记得我们一开始 到讲座的时候 Fidelity一个投资顾问 大家就问他 我到底应该存多少FOR1K 我才够我退休 我记得那句话 他说得非常清楚 他很有意思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按照美国的标准 加一点Inflation 你到你退休 你所有资产 可动用的资产 有200万 你就可以维持现在的生活 你如何维持呢 你就现在 你要存满你的FOR1K 然后那时候我们公司 有一个 这个Employee Stock Purchasing 你把这个Stock Purchase 也做满 15%的公司 这FOR1K 10%的公司 买公司的股票 这样的话 你能在公司工作15年 你可以退休了 我觉得那个是 best scenario 因为真的有的 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是 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大学教授 他是拿了美国绿卡 以后他就回台湾了 他在美国工作了几年 他就回台湾了 但他有美国的绿卡 他在台湾就教书 已经在台湾 可能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有一天问我 他说 Sintia 我以前赚的钱 没放多少 大概只有三万 但是现在已经变两百万了 他很幸运 他好幸运 我也不知道他买了什么 反正就是这么几十年 一直在帮他滚 但是我听到的大部分人 401K变成201K了 而且有一段时间 很多人疯狂到 自己去拿自己的401K 去做投资 是的 这个其实 我最近看到一个数字 我在跟我朋友的分享 就是说华尔街 有个数字出来说 在08年股票开始跌 到19年 这11年间 股票这么疯涨 都是有93%的散户 并没赚到钱 是 换句话来说 还真的有时候 不能太聪明 因为 其实41K的选择 所以我还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41K这是一个专题 要跟大家聊 因为你的投资怎么投 其实都有讲究 是 没错 买的时候 我这个投资现在 是不是应该买股 股价低的时候就进 股价高就不进 其实不是 其实呢 因为你是每个月 contribute的嘛 你不是一次性的contribute 所以你还是 没有太多的选择 反而有 所以这个问题 包括你司令人 可以拿出来 怎么拿 你平常需要用钱借出来 怎么付 这些税务问题 和拿出来以后 各种公司 给你的一个要求问题 我们都会 在以后的讲座中 我们会请刘青女士 跟大家做 进一步的这个阐述 做专题的 跟大家讲座 因为41K reinvestment 还是一个很special的东西 您是讲 REIT吗 对 REIT 对 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 很多人说 我说你的付款 可以不那么简单 我说你还想好了 你别以为你到70岁半 你还可以在那放着 70岁半你必须要拿 就拿出来 而且拿出来不是你说 拿多少不是你说了算 是 它有一个minimum 但是你拿多了 它是另外说了 但你不能少于这个minimum 因为政府要把你的tax 要收回来 没错 这27不是白给你的 对对对 不是白给你的 所以时间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 我们继续邀请 Cindy跟我们聊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收入 可以用于我们的退休 谢谢大家